今天我们一起来详细的分析一下 最近非常火的歌曲 《少年该怎么唱》 我把歌曲呢 分为了三大板块 首先一起看到 我们的板块一 主要就是呜 呜呜呜呜呜 一定不要这个样子唱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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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气声 首先学会鼻腔怎么去学 找到亨鸣的感觉 加入旋律 唱出来 往鼻子走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气声 气声的话需要学这个说悄悄话的感觉 叹气的感觉 唱出来 然后结合我们前面的鼻腔一起来唱 左鼻子 然后来到我们歌曲的板块二 这个地方我们说唱会比较的多 一定要注意一个重音字 不要像念金一样的 然后注意歌曲一定要先念清楚 再去说唱 然后一定要注意歌曲的律动性 然后来到我们歌曲的副歌部分 也是最后一段第三段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副歌部分唱得更加有力量 有一种少年的蓬勃朝气的感觉呢 我们要要注意这个 我画很线这些字 注意是个重音 我们可以首先拿来读一遍 加着这个呢 画很线的这个字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然后凸显这种字再唱出来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终在心中思念丝毫未见 这个地方注意啊 这丝毫未见 要有一种种停顿的感觉 丝毫未见 这个地方呢 我们后面有个惊讶式呼吸 有很多学们呢 会唤起不过来 终在心中思念丝毫未见 眼前 见识呼吸 鼻子嘴巴一起歇息 受到惊吓的感觉 用在这个地方 眼前这个少年 还是最初那张脸 面前再多见现不退却 一样的 中音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